销酸钾晶体的溶解度与温度的关系曲线如复图所示 有关于这个复图 A这一条曲线为保和溶液 因此B点在保和曲线下面 所以B为未保和溶液 而C点在保和曲线上方 因此C为过保和溶液 所以第一小题 ABC30中合则为过保和溶液 答案为C 第二小题 溶液A重量百分率浓度为和 我们看A点这地方 视为温度60度C10 溶解度为每100克水含有溶值110克 因此第二小题 溶解度等于每100克的水 也就是溶液含有溶值销酸钾110克 因此重量百分率浓度定义为溶液中 所含溶值的克数 然后溶液由溶值与溶液所混合 因此溶液为110克 溶液为100克 也就是水 分之溶值110克 所以 重量百分率浓度为52.4% 而第三小题 30度C10 溶液溶解75公克溶值销酸钾 需要水多少公克 因此我们要先找出30度C10 溶解度为和 因此我们看到图形这边 30度C10 饱和溶液溶解度 对应过去为这里 为50克 2除以100克水 因此 第三小题 30度C 由于溶解度 等于每100克的水 溶值可溶溶值销酸钾 为50克 现今有75公克 需要 W水 来溶解 因此 水的重量 就可以计算出 75除以0.5 等于150克 这为第三小题的答案 150克 而第四小题 五是渡溶石 5公克销酸钾溶值 溶于15克水 是否可以达到 平 宝盒 我们就先来看 50度C10 宝盒溶解度为和 50度C10 宝盒溶解度 因此 因此 第四题 50度C10 溶解度 等于每100克的水 可溶解销酸钾 80公克 80公克 现今水有15公克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可以溶解 销酸钾溶值为多少公克 因此 销酸钾溶值 销酸钾溶值的克数 等于15乘上0.8 等于12公克 所以它要需要12公克 才可以达到 饱和 题目只有5公克 因此 5公克的销酸钾 不足12公克 因为15公克水 需要12公克 所以它无法达到饱和 所以不能饱和 因此 为未饱和容易 而 第五题 想要是 容易B 达到饱和 则 第一个 温度需要相当到几度C 第二个 每100克水中 需要再加入多少克的溶子 第三个 每100克水中 要需要移去多少公克的水 我们先看 第一小题 第五题的第一小点 因此我们直接观察 图形 对于 B而言 此时溶解度是 每100克水 可溶解40公克 它要达到饱和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一点 B这一点 不是往上走 增加溶子 或减少水 或者是 向左走 降低温度 以达到 饱和曲线为止 因此 B 要降低温度 也就是从50度C 降低到 这里 因此此为 20度C 所以 温度需要降低温度 20度C 才能达到 饱和容易 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 B点的溶解度 B点 只是温度为 50度C 它的溶解度为 每100公克的水 含有溶质为 含有溶质为 40公克 然而 我们需要达到 饱和 溶液的时候 然后 饱和溶液的 溶解度 为 每100克的水中 需要含有 溶质为 80公克 的硝酸钾 因此我们就可以 列示出来 需要达到 饱和溶液的时候 溶解度 每100克的水 需要 80公克的 硝酸钾 我们可以 增加溶质 100克的水 原本溶质有 40公克 增加 W 溶质 或者是 也可以 减少水中量 原本溶质 40公克 100公克的水 减掉 水中央 进入计算之后 可以知道 溶质 硝酸钾 需要 需要 预外增加 40公克 而水 需要 移走 50公克 才可以由 B点 直接达到 饱和 因此 每100克水中 需要加入 硝酸钾为 40公克 而水 需要 去除 50公克 1 2 1 2 2 1 2 2 2